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示茹康英文 在这个中国乐园的留言 大家将会形成到一位著名继续国家,罗扎特 罗扎特1756年 在奥地利的萨尔之堡出生 在她的一生當中,總共寫了超過六百首的作品 她的一生充滿傳奇,她被稱為音樂神童 除了在三歲的時候已經懂得模仿她姐姐彈琴之外 五歲她已經開始作曲 八歲的時候已經作了她第一首的交響樂 十一歲就作了她第一套的歌劇 惡則德的才華,除了是她自己的天賦之外 也有賴她爸爸的悉心栽培 她爸爸本身也是一個有名望的音樂家 當莫扎特年紀小的時候已經帶她去周遊列國表演 所以莫扎特年紀小小的時候已經在歐洲打響名堂了 長大之後,她被精召入皇室工作 但是在工作上,她的人事關係並不理想 往往和她當時的同事,甚至是皇室的成員發生衝突 雖然她爸爸經常出面調停 但是任性的惡則德,始終是要我行我素 最後還搞到她和她爸爸的關係僵劣 莫扎特選擇離開宮廷發展她的才華 不過由於習慣了宮廷時候的奢華生活 她的支出並沒有因為收入減少而降低 反而還借淺度一天 1791年,莫扎特在奧地利的維也納世世 中年只有35歲而已 傳說,當時有另一位作曲家薩爾尼 她是非常妒忌莫扎特的才華 於是有一晚,她就假扮成死神 去找莫扎特 莫扎特就因此而被她嚇死了 而這個傳說還被拍成電影《莫扎特》轉 不過很多證據都顯示 莫扎特和薩爾尼她們兩個人的關係 是非常之友好的 她們還會一起合作去作曲 最後希望大家在參與中學樂這個活動之餘 可以欣賞多些莫扎特的音樂 拜拜 好啊 好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